读美国热点话题 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萌兰 FBI警告 巴以冲突或引发美国内空袭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 10月31日警告 巴以冲突已将美国境内针对美国人的袭击威胁 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雷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 我们评估认为哈马斯及其盟友的行动将起到鼓舞作用 这是自几年前伊斯兰国建立哈里巴国以来 我们从未见过的 就在过去几周 多个外国恐怖组织呼吁 对美国人和西方国家发动袭击 此外 雷还透露 在整个2023年 恐怖主义威胁一直在上升 但中东持续战争已将针对美国境内 美国人的袭击威胁提升到一种全新的高度 布林肯国会作证 遭反战者打断 国务卿布林肯10月31日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 在他就以色列相关拨款请求作证时 多名反战抗议者打断其讲话 并在会议厅内呼吁在加沙地区停火 现场视频显示 抗议者们高举染红的双手 象征着手上沾满鲜血 杰克卢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 国会参议院10月31日批准杰克卢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 现年68岁的卢是犹太人 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 先后担任白宫幕僚长和财政部长 卢曾表示 以色列的安全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 据悉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一职 自前大使尼德斯7月卸任以来一直处于空缺状态 康纳尔大学华裔学生因暴力反游威胁言论被捕 康纳尔大学有关部门表示 一名21岁的学生10月31日 因涉嫌对学校的犹太社区暴力威胁而被起诉 据报道 21岁的帕特里克·戴 是来自纽约州皮茨福德的一名大三学生 其罪名是利用洲际通讯发布威胁 要杀死或伤害他人的帖子 诉状称 戴在一个在线讨论网站康纳尔板块 发布了呼吁杀害犹太人的帖子 以及在西104号餐厅开枪射击的帖子 据称该食堂主要供应犹太饮食 位于康纳尔犹太中心旁边 他还在另一篇帖子中发表了反游过激言论 据称对戴的指控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 最高可处以25万美元的罚款 以及最长3年的监督释放期 加州发生森林大火 数千人被疏散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东南部农村地区 10月30日发生灵火 数千居民被要求撤离 当地消防部门称 截止10月31日上午 大火已蔓延至少2200英亩土地 火势目前处于失控中 消防部门发言人表示 从10月30日开始 估计有1300户家庭和4000名居民被下令疏散 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报告 在这场大火发生之际 南加州正在经历本季以来的首次圣安那强崩 每年秋季 当空气从西部内陆穿越太平洋海岸时 通常会形成干燥风 并经常助长破坏性的野火 当地调动了空中加油机 直升机和推土机来灭火 这是今年迄今为止 加州发生的为数不多的大型活跃火灾之一 今日X趋势 10月30日 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在白宫举办万圣节活动 活动中 国务卿布林肯儿女的穿着 因与乌克兰相关引发热议 视频显示 布林肯的儿子穿着卡齐布上衣 有网民怀疑他是在扮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而他的女儿则穿着与乌克兰国旗颜色相同的裙子 泽连斯基总是穿着卡齐布上衣出现在公共场合 常招致外界批评 曾有国会议员对此表示 泽连斯基在向美国索要资金时应该打领带穿西装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 不知道布林肯夫妇给孩子们如此装扮是出于什么考虑 尤其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重心转向巴以冲突 美国民众对基辅政权的支持日益减少的背景下 以上就是本期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萌兰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